急著想參加國旅的人 他們一方面是悶壞 二方面人都是崇尚自由去活動 政府的管控 讓大家好像覺得在疫情方面 管控得還不錯 頂多就是零星的社區感染個案 大家就可能認為這樣子 其實在國內玩應該是好的 也會心裡都會抱著說 不會那麼倒楣 不會是我 這種僥倖的心情是非常普遍常見的 這樣的一個階段裡面 民眾可能還是必須要做好 自主管理的狀況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兩難的情況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為了必須要外出 那在外出移動的過程 或者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是不是會變成群聚的情況 因為去接待長官的兒子 而受到感染這件事情 其實就印證了 就是防疫的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可以舒適的空間 那我想如果抱持一個輕忽的心態 認為說不會這麼倒楣 那這個案子又怎麼說呢 我想我們是鼓勵國內旅遊的 那你旅遊的時候就是要注意 不要去封閉的空間 你在室外的時候 如果有陽關照射的話 其實病毒不太能夠存活的 而且你接觸的地方也不太可能 會接觸到有存活的病毒在那邊 所以相對是比較安全 政府要求民眾必須要配合 所謂的防疫的規定 可是官員自己本身卻輕忽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這整件事情上 輿論所不能接受的 尤其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當然你的確診不會是在第一時間 但是如果按照機場回來 尤其是從疫區回來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很嚴格的 這樣一個要求的管理跟規定 在機場的部分持有公務證件 然後就可以把任何人 帶離開我們所謂的防疫的 這個檢疫的通道來講的話 這可能不是輕忽的問題 而是他已經是完全默示國家 在這一段時間防疫所做的努力 現在有一些人他是在國外 生病了以後隱瞞疫情 然後搭飛機回來 這個是一個絕對要去禁止 或者去處罰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從國外回來的人 我們都必須要把它視為是可能帶病毒的人 那正常的人應該不要有接待啊 這樣子跟他互動 應該是從境外回來的人 應該是馬上就要回去居家隔離 還是要保持居安思維的態度 因為疫情它會一波一波的來 那我想我們甚至之前已經在呼籲說 像清明年假的時候 這個最好能夠用那種視訊雲端在掃墓 就是避免人群重擊 那現在又一波方向去參加國旅 其實呢 這個呢可能在移動之間啊 然後人群擁擠之間 是不是又會提高了增加那種感染 特別是交叉感染的一個風險 這是應該要很小心面對思考的 喔